马英九首次大陆之旅 除了返乡祭祖之外 带领台湾学生追寻历史 与大陆青年交流也是形成重点 形成过半 随团的台湾学生接受记者采访时 纷纷表示收获满满 更体认到两岸交流 尤其是青年交流的重要 行程蛮丰富的 但是我觉得说收获很多 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的情怀 跟我们两岸关系的一个进步 还有两岸关系的两岸之间的一个认识 都更上了一层楼 我觉得有些基金的分子 当然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网络上也可能会有一些人 会匿名的去攻击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放下 两岸的旗舰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共通点 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去聊的 马英九一行所到之处 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 台北市立大学学生黄陈丽 对此深受感动 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 为什么大陆民众可以对马先生是 感觉有种包容的态度 我觉得比较很感动的是 就是看到我们学生跟大陆这边的学生 是可以一个很深刻的交流 那我觉得这个深刻的交流 不是经流于表面 而是我们可以真正的去 彼此的交换的一些意见 那我觉得透过这种方式 其实没有化解了彼此的误解 那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用透过这种方式 才可以真正的 可以帮助两岸去彼此了解 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尤其是青年 一定可以就是洗手 然后向前 来自中央大学天文所学生 张昌毅表示 通过与大陆学生面对面交流 他能够感受到理性和友善 许多台湾学生会通过网络或社交媒体 了解大陆的人文风景 美食文化等等 还有台湾学生表示 愿意规划来大陆发展 那因为我目前是念体育系 然后我觉得 那未来如果 有机会的话 那也可以到大陆这边的 一些不同的体育场馆 或者是不同的 小学中学的这种体制 然后可以去走看看 那当然如果可以当教练 或者当老师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 蛮不错的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